美国白宫前抗疫人群聚集,要求政府严控枪支 私人开支由公款报销,法国高官评报类似仇文 特朗普称,朝鲜试射短程导弹,不违背美朝共识 南银河干旱恐再次影响船运,德国工业将受冲击 美国白宫前抗疫人群聚集,要求政府严控枪支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当地时间3日发生严重枪击事件数小时后 数百人聚集在白宫门前,抗疫美国政府在枪支管理问题上不作为 要求严格管控枪支,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名为母亲要求行动的控枪组织的数百名成员 当地时间3日晚聚集在白宫门前进行抗疫 抗疫者手持标语牌,齐声高喊,背景审查,不能再死一个 不再沉默,消除枪支暴力等口号 据了解,该组织成员当天在华盛顿举行年会 恰逢发生枪击,便游行到白宫门前进行抗疫 来自密歇根州的拉里·利普顿对记者说 必须要做出改变,但是政府中有些人在阻碍改变 在政府通过枪支安全法案前,我们不会罢休 利普顿表示,美国需要就对构枪支者进行背景调查 提升年龄限制,剥夺危险人物持枪权力等进行立法 母亲要求行动组织在网站上发表声明 称枪击事件警示我们,无谓的枪支暴力 仍然在我们社区中肆虐 当天早些时候,德州西部埃尔帕索市 一家沃尔玛超市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20多人死亡以及20多人受伤 美国允许私人持枪,平均每年有超过3.5万人死于枪击 据统计,自1949年至2000年 美国发生十几死亡人数超过10人的严重枪击案件 而2000年至今,已经发生此类枪击事件17起 其中,2017年发生在拉斯维加斯一个音乐会上的枪击事件 导致58人死亡 私人开支由公款报销 法国高官平报类似丑闻 法国国务部长兼生态转型和团结部长弗朗索瓦德鲁吉 7月16日辞职 媒体先前披露 德鲁吉用公款宴请朋友吃豪华大餐并装修住宅 令法国政府承受压力 在法国政坛 公职人员用公款保销个人生活开支的情况并不罕见 法国新闻网站 媒体亚帕7月初爆料 德鲁吉2017年6月至2018年10月 担任国民议会议长期间 与妻子举行十多次豪华宴请 多数是招待朋友 却由公款买单 媒体亚帕7月11日继续爆料 德鲁吉在法国西部城市南特市附近 以面向低收入家庭的优惠价格租住公寓 尽管他的工资水平 远超连租房申请者的收入上限 报道说 德鲁吉去年9月转任政府部长以后 以6.3万欧元 约合48.7万人民币公款 装修一套位于塞纳河畔的政府分配住宅 而且公款报销妻子奢侈购物支出 这家专注披露法国公职人员不当行为的网站 在德鲁吉7月16日辞职当天再次放料 德鲁吉2013年至2014年 利用国民议会议员职务经费 交付他所在法国欧洲生态党绿党的会费 共计9200欧元 约合7.1万元人民币 另续法国《巴黎人报》报道 德鲁吉的妻子花费500欧元 约合3864.2元人民币 购买一支金色吹风机 由政府报销 媒迪亚币网站指认 德鲁吉夫妇滥用公款 呼吁法国当局彻查 至少两名前内阁部长呼吁德鲁吉辞职 德鲁吉在龙虾丑闻曝光之初 其余为自己辩解 一度拒绝辞职 他说出任议长期间的宴请是非正式的工作餐 他喝的酒从来没有超过30欧元一瓶 采访过程中 德鲁吉的愤怒溢于言表 他宣称举办奢华晚宴 对法国议长而言是常有的事 他从来没有要求厨师准备龙虾 就违规租住连租房一事 他没有否认租那里的房子 但坚称对连租房一事一无所知 房东和房地产中介从未告知实情 他称 我一辈子从未申请过连租房 德鲁吉7月10日最初拒绝道歉 次日被法国总统爱德华菲利普 叫到办公室谈话 随后公开道歉 德鲁吉当时告诉公众 他可能做出错误决定 愿意纠正 迫于不断加大的舆论压力 德鲁吉7月16日辞职 但否认行为不当 声称 针对我家庭的攻击与舆论私行 迫使我采取必要对策 他说 已经对梅迪亚帕提起诉讼 指认这一网站对他施以伤害 抹黑和诋毁 梅迪亚帕联合创始人 埃德威·普莱内尔 告诉法兰西24电视台 德鲁吉需要明白 不能公款私用 否则后果严重 特朗普称 朝鲜试射短程导弹 不违背美朝共识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日表示 朝鲜日前试射短程导弹 并不违反美朝领导人此前的共识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作出上述表述 他同时表示 朝鲜这一举动可能违反了安理会决议 特朗普说 他之前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哲恩会面时 未就短程导弹展开讨论 他认为金哲恩不想破坏 他们两人之间的信任 并称朝鲜在金哲恩的领导下 有无限潜力 据朝中社报道 金哲恩2日凌晨再次指导了 朝鲜新开发的大口径火箭炮试射 报道未透露朝方 此次火箭炮试射活动的具体地点 特朗普与金哲恩 6月30日在板门殿举行会面和会谈 特朗普在会后对媒体表示 美朝双方将在未来两三周 重启工作磋商 但由于美韩计划8月 举行192同盟联合军演等因素 目前美朝工作磋商尚未重启 蓝银河干旱恐再次影响船运 德国工业将受冲击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德温热浪近日横扫欧洲 导致欧洲重要水到蓝银河水位下降 恐将再度无法通行 预计将给德国经济带来冲击 据报道 2018年的热浪造成蓝银河 有史以来首次停航 导致德国2018年GDP下降0.2个百分点 今年蓝银河停航恐将重演 蓝银河总长1233公里 穿越瑞士、德国、荷兰等国家的工业区 最后在路特丹港口流入北海 是影响欧洲商业活动的重要河流 蓝银河是运送原料及货物的重要路线 它流经杜伊斯堡是全球最大的内陆港口 也是德国卢尔工业区面向世界的窗口 德国知名重工业公司 蒂森克鲁伯就坐落于此 蒂森克鲁伯一天可从路特丹运送约6万吨煤炭 铁矿到杜伊斯堡 2018年夏天蓝银河长达132天的低水位 让蒂森克鲁伯比往年少制造了20万吨钢铁 不止大企业 消费者也感受到2018年干旱带来的影响 汽油短缺造成价格飙升 德国政府因而动用紧急库存燃料 除此之外 蓝银河水位下降导致水量不足 水温升温快 河岸化学大厂巴斯夫及拜尔需要大量冷水 让厂房保持在适当温度 河水升温对厂房很不利 巴斯夫表示 正在加强冷却系统 也安装备用系统防止生产停滞 蒂森克鲁伯则想升级气象预警机制 并确保储存足够的原物量 为了避免2018年干旱状况重演 德国交通运输部部长苏尔7月公布应对方针 包括提早警告水位降低 让企业可以做其他运输准备 德国政府也将设法加强对话 提升民众对于河流上游新水坝建造计划的接受度 河流专家表示 莱银河上游区域2018年11月至今年6月 降雨量远低于正常水平 德国气象单位预测将出现连续第三个干旱下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